这是台湾的声音 这也是台湾的声音 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被听见 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那小部分人 你没有公义 你不能维护基本的人权 但你就没有完全的安全 在这狂乱的年代 思考让我们自由 就要听晚报 听见新闻之外 欢迎收听就要听晚报 我是宛如 在今天节目里 跟大家来谈一个 跟教育有关的问题 最近听众朋友 你应该也看到这样的新闻 也就是4月9号开始 大陆的教育部官网就宣布 暂停2020年大陆学生 来台湾就读的试点工作 不过已经在台湾就读 也就是就学的陆生 仍然可以继续完成学业 或者持续升学 而这是从中国大陆 自去年8月1号 暂停陆克来台自由行之后 再推出对于两岸交流当中 一个影响还蛮大的一个措施 像是宛如我自己 因为现在也在学校读书嘛 所以我有一些来自于 中国大陆的同学们 因为这一波疫情的关系 所以还是在大陆 没有办法来到台湾 跟我们一起开学 但是他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就马上很感叹 在社群平台上说 我有可能成为一个历史性 最后一代的陆生在台湾 其实看到这样的状况 蛮感伤的啦 因为台湾从2011年开始 开放了学卫生来到台湾就读 不管是交换学生还是学卫生 这总数大概有三万人 所以每年在校园里面 这样子的交流往返 是非常的频繁的 这也成为这几年 应该2011年到今年 2020年之前的一个常态 但是现在一切因为 一纸命令要改变了 我们怎么样来看到 这样子的改变呢 当台湾不再有大陆学生的时候 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在今天节目现场 我们要连线访问到的是 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老师 朱卓文 卓文老师来跟听众朋友 分享这样子的话题 老师你好 张小姐你好 我们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也接触了不少的大陆学生 他们听到这样子的事情 看到教育部 就是中国教育部的官网 这样子的宣布 立即的反应是什么 老师你所接触到的 首先我现在能接触到的 路程已经不多 因为他们有不少 因为防疫的关系 就是没有办法来台湾 那现在少数一些能够 可能透过线上 或wechat的联络到的同学 他们的一些反应 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不太愿意谈 因为其实任何跟这种 两岸的发展 两岸关系发展的议题 其实现在都变得有点敏感 他们可能就说 反正不会影响我 因为既有的政策 并不会影响已经在学的学生 那另外一种的看法 其实是蛮悲观的 就是是一种那种 反正这些都大人做决定 我们也无可奈何 然后基本上对两岸关系 是非常看坏的 是属于就是觉得 未来在可以预见的几年内 说不定所有的陆生 或者两岸的学术交流 都会停止 这是有一派陆生的看法 那我觉得其实这其中 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地方 是不过我们也说 像中国教育部这次 不让陆生来台短期吧 我们有说跟这一次 COVID-19的疫情有关 当然长期可能也是 您刚刚所说的 这些陆生同学们 所看到的两岸关系 真的这几年是越来越紧绷了 但是这到底 我们怎么去看 这样子的政策呢 难道是中国官方 他们担心这些同学 年轻的朋友来到台湾 被统战吗 这方面的考量 并不是这一次政策出台的主因 因为其实就我以前 做的一些研究 事实上有对在台的陆生 有过一些学术性的研究 做一些焦点访谈 其实大部分的陆生 并不会因为在台湾就读 然后就立刻变成 这种所谓的台湾的铁粉 然后投资自己的家乡 这其实是很早见的 所以这方面的问题 我倒觉得不是他们大陆官方 这次的主要的考量 大陆其实目前对 蔡政府的基本的立场 就是只要没有回到九二共识 那他们就不打算跟他做一个非常正式的官方的交流 所以在其他的一些实质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 最近也都是一步一步的在紧缩 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陆克的 那现在陆生呢 这一波我倒是觉得 也许这并不是早就规划好的 我相信大陆官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 就是可能规划好了 什么时候就要来这个线缩陆生的问题 我觉得这次在这个COVID-19的这个偶然性上面 是的确扮演很重要的因素 那首先就是台湾就是全面的禁止 就是大陆人包括陆生来台湾 那所以他们的受教权其实也受到影响 或者讲的更白话一点 他们对这个东西其实已经不爽很久了 您是指说因为台湾开学了吗 然后又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不让大陆同学回来台湾就学吗 这件事情让大陆官方觉得有点难看 不过的确我们看到过去这几个月来 大陆方面其实有两度提醒台湾的政府说 让陆生回台读书 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讯息 就是中国的教育部突然宣布说 不可以让陆生再来了 会觉得有点错愕 因为之前不是一直说 要让陆生赶快回到台湾吗 可是现在却不准再申请来台湾读书 哇这简直就是像180度的大转弯啊 我倒认为其实这两件事 彼此的因果关系还蛮清楚的 就是大陆的学生 他们其实缴了学费 然后他们只是回乡过年 然后因为这次疫情 然后这样全面性的封杀 并不是说只封杀湖北或武汉 是全面性的这样的封杀 然后他们的受教权直接受到影响 直接牵涉到大陆他们自己公民的权利 那原本呢开放两岸的这个教育的交流 让学生可以互相到对岸去读书 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 但没想到现在这些大陆的子弟来了台湾 然后呢却因为这件这个疫情 然后好像被他们觉得啦 好像被台湾当局好像舔到枪 就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借口 然后就禁止了 他们自己已经找学费的人来台湾就读 他们觉得其实学生的权益 目前很明显的就受损了 那在这样子受损的情况下 然后大陆的这些呼吁 其实得不到正面的回应 我想呢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合理的结果 就是他们觉得 所以我日后如果继续让陆生 再来台湾救赎 将来台湾当局在用各式各样 奇奇怪怪的理由 然后来献说这些陆生的权益 那我又能怎么办呢 我要怎么来保障我这些大陆的子弟呢 所以他们其实这方面的这个refernal 我倒觉得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老师像 因为您自己也在台湾多所大学任教啊 如果就陆生的受教权的部分 其实也是教育部在疫情的今年开学前后 就三令五生的说 其实仍然要保障这些在海外 无法回来台湾的学生受教权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有努力在做 就算他可能没法实体来上课啦 但是老师们在学校里面 用视讯各种方式提供应有的教育吧 的确 其实从教育部一生命下 全台湾各公司历大学都很努力的 在做这个远距教学的部署 那么像我任教的文化大学 其实也已经从学期初 就不断的在演练这个远距教学 那么至于会不会影响到 大陆学生实际的受教权 我觉得还是有影响的 因为远距教学它还是有一些 先天性的限制 所以说这种远距教学和实际在课堂上 跟其他的台湾同学 因为现在绝大多数台湾的学校 还是在实际 还是在进行实际教学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差距还是在 所以他们当然还是会理解成 这是一种权益的受损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是大陆有这个众所收集的 也可以说是恶名高章的 网路管制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台湾的网站 有台湾的这种教学的内容 没有办法很顺利的透过网路 让大陆的同学接收到 可能就要靠翻墙的方式了 对 所以这也是一很尴尬的问题 是我们在今天节目访问到是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老师 朱卓文 朱老师 其实在今天节目现场会跟朱老师连线一部分呢 是老师刚也提到 他跟中国的在台湾读书的同学也做了一些焦点访谈式的研究 我当时我记得老师您做的是有关于太阳花学运跟陆生之间的关系吗 是的 所以这个题目真的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知道 朱文老师其实在过去在北京大学读书拿到博士学位 所以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请老师深入来聊聊这两部分的话题 好的 好 继续回到就要听晚报 我是宛如 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六点半到七点中播出 在今天的节目里头呢 我们来谈一个新闻焦点 也就是从4月9号大陆的教育部官网宣布 暂停2020年大陆学生来台湾就读的试点工作 本来呢是准备好很多的资料 想要来台湾可能申请个硕士班或博士班的同学 很抱歉 在今年度因为中国官方的一个政策改变 所以今年无法如愿以偿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改变呢 在接下来我们要请朱文老师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 老师如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台湾没有路深的时候 这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难道这些交流这样子的一个从2011年以来的这种互动 就此就不见就中断了吗 这会不会是一个永久性的政策 至少他们目前是说2020年 他们的政策本身只提到2020年 那我觉得中共其实一直对台湾政府就是一种 就是走着瞧 就是威脸地 就看你怎么做 以前说法是听其言关其行吗 是是是就是这样 你丢什么球我就怎么接 那因为台湾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期间 对大陆是算是极度不友好 所以他们现在有这一些动作 也都是就是也可以预期的 那至于会不会永久的这样子 这个维持下去变成台湾零路深 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 那至于对台湾有什么冲击 其实台湾大多数的大专院叫陆生的人数 也都是在百分之五以下 所以其实有小小的一点 小小的一点 但我觉得实际上 对于台湾的所谓的声援 少子化的因素等等 我倒觉得并不会构成什么结构性的影响 我们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两岸交流 当然除了读书以外 更重要的是能够体验到不一样的生活形态 甚至是国家的体制 像老师您自己本身也曾经在北大去读博士班 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北京读书呢 因为我看老师之后的资历 又到了英国去读书嘛 其实这都是很不一样的文化冲击啊 这个到北大读书的契机 其实是我在政大念研究所之后 其实还有跟所上一些老师有联系 当时的苏文老师 其实就有邀请一些 大陆的知名的传播学者 来这个政大做交流 那我也因此就有机会接触到他们 那所以呢我后来就 在经过这个翻接触之后呢 我也对他们的研究领域很有兴趣 所以就选择去北京大学 念他们的新闻传播研究 新闻传播学院 念其中的博士班 这也跟我的研究领域有关 就是我主要就是研究 两岸的这种传媒 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头 这一种因应的方式 是否有所不同 那所以说这既然是要做两岸方面 那我本身对台湾的状况 一定的了解 那当然能够去大陆做田野调查 那就是更好的 所以我也就选择去北大读博士班 老师如果我们这样回溯一下 当时对于年轻的你来说 去那边读书 所感受到的一个文化冲击 因为我们只是此刻来想象一下 大陆的同学来到台湾 其实那个在人生当中的经历 感受应该是很截然不同的 那绝对是的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上面 其实能够获得的这个成长 说不定还更多 因为你是直接就完全 就是immerse在那个环境里头 完全沉浸在里面 没错 比如说那种就是沉浸式体验 对这样子的成长是特别快的 那么像我在中国大陆期间 刚好是他们其实才开放台湾的学生 就是认证能够认证台湾的学历之后 的一两年的事情 很巧的就是我回台湾开始任教 2011年 也就是台湾开始接收入生的入生元年 所以我跟这个议题还蛮有缘的 就是两岸刚好开放或认可对方之后 我就去那边读书 然后之后也是台湾认可之后 我就来这边教书 所以我等于是交到了第一批的路舍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在大陆的留学期间 因为是2008年他们申办奥运的关系 所以当时北京的那种气象 是非常的非常惊人的 就是那个万众一心 就是大家都非常有自信 其实和后来就是习近平主席的时代 然后特别是近年 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热化 然后到了现在这种肺炎的疫情 其实是有蛮大的差距的 那至于我在那边 当然有一些实际上的生活上面 还有就是在求学上面一些充值 就跟台湾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相信大陆的同学来台湾 也是有相同的感觉 没错 所以在您看到这些第一批 2011年来到台湾 当时是学卫生嘛 就是可以如果是大学的话 在台湾待四年的这些年轻朋友啊 会跟他们说些什么呢 在台湾体验什么呢 除了读书之外的事情 他们就跟台湾的年轻人一样 而且从这个社经背景来说 有能力来台湾留学 都是在大陆 算是条件还不错 或者是生活条件 就他们家世的 还有他的经济状况都还不错 那就是去一些像那种 Life Pub啊 然后就是很喜欢去参与台湾的一些这种 这种大众文化的事物 其实这种交流 就是生活层面是充满着乐趣的 但是如果好 我们说2020年这一年 大陆学生不能够再申请来台 这到底会是谁的损失呢 我们怎么让来评估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几方面来讲 我相信大陆他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他是觉得这是台湾的损失 那因为我现在要伤害你 就是这样网路的 常讲的就是来互相伤害吧 他觉得太政务之前 对疫情的一些反应呢 伤害了大陆 比方刚讲的 他不让大陆的学生 就是能够到台湾去上课 他觉得伤害了大陆 所以他现在也要来伤害我们 所以他当然是觉得 就是大陆官方觉得 这样的决定是会让台湾产生损失的 那现在问题是 到底台湾是真的会有损失呢 那没有错啦 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即使是比例不高 但是对台湾大学的声援 其实还是有小小的一些影响 可是在台湾 不可否认有一部分人 并不觉得这是损失 有一群人还蛮乐见 两岸彻底断绝 任何联系的 对啊 这是政治官谱 有不同的 大家的想象吧 就是对政治的态度 所以这个问题 就变得非常微妙 这有点像是代局理论 其实大陆官方那批人 他们觉得 我这样子可以伤害你 但是在台湾 刚好有一批人 他就觉得 哇 你们这个做法 太好了 以后在台湾 既看不到路客 也看不到路深 其实在台湾 的确有一些人 意识形态 是这样想的 那调诡的是 就是大陆的那一批人 和台湾的这一批人 我相信他们应该是 最看对方不爽的 但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 就是刚好 他就做了一个 郑重对方下怀的事情 所以 这也是非常的有趣的事情 就是好像做了一件 以为会伤害到对方 可是对方的某一派 他也会觉得 正好不是我想的 就是两岸不要交流 两岸什么都不要 然后不要有瓜葛 这可能 当然这也是台湾 其中一部分人的想法 没错 就是这个 谢谢你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 如果就一个更高的视角 角度来看 两岸学术上的交流 年轻朋友之间的互动 这是对彼此的认识 是有利的 就像是老师您说的好了 太阳花学运 可能很多陆生 当年会觉得 好 那就是一个 仇中反中的运动 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 应该还是有一些 也是一样啦 政治光谱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想法吧 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它都在历史当中 是存在意义的 是 其实刚提到太阳花 学运的那个研究 我们也发现在台湾 待的时间越长的同学 他们对于这个 社会运动的看法 就其实跟 呃 待的时间短的同学 是不太一样的 呃 对于这种学运 他就是特别的反感 但是呢 如果是学卫生 特别是已经 比方说三年级 或四年级的学生 他对于这个学运 他的包容 其实就更大一点 当然我们要知道 这种研究 其实都有它的难处 比方说就是 你要让学生讲出来 这个本身也是 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这种交点团体 他陆生彼此之间 对不对 会担心 会被担心 没错 所以必须要先了解 这个这种研究 会有它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还是可以发现 这样的迹象 就是我刚刚讲的 在台湾待的月久 他的确对台湾的 就是大陆所谓的底蕴 台湾的这种民主的底蕴 公民社会的这种运作方式 他们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特别是这些年轻人 就是18 19 20岁 这种脑筋是最灵活的 吸收能力最强的一群人 他们在台湾待的时间越久 我其实可以感受到 他们对台湾的认同 是会显著增加的 但我们研究的实证结果 也显示了这样的状况 这让我和善老师 还有另外一个 关于大陆的学生 在台湾使用网络的研究 那其实也有很类似的结论 就是在台湾待的时间越久 他们就会越乐于使用那些 就是我们台湾人 常用的一些网络媒体 那我们到大陆的网络媒体和台湾是刻意区隔开来 就是大陆他们因为有防火长城的关系 他们不能用Facebook 不能用Twitter等等 但是那些到台湾来的路深 到待的时间越久 他们就越来越少用那些大陆的媒体 网络媒体 而改用台湾的或者美国的这些网络媒体 那当然在这上面也就可以看到很多大陆官方所不乐见的一些消息 那所以这个其实也都显示 只要在台湾待的越长 我想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辨识 就是两岸的体制真正的差异是什么 而不再就只是以前的就纯粹是跟着这种宣传 两岸都有各自的propaganda 那这种宣传是一回事 但是他们拍的时间够久的话 那种对于台湾的那种民主活力的那种体会就会更深 那慢慢可能会内化成他们自己本身一部分 那我想这些人未来 如果在中国大陆假以时日 他们成为大陆社会的中间 应该都会是台湾的好朋友 是所以也一开始我想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 会不会中国官方认为 把年轻学子送过来是一种统战 就是被台湾统战 当然这个短期来看 我们看起来政策的改变并不是这么样子的因素 但是我觉得对于要不要被统战这件事情 人还是有一个自主的能力 就是你待得越久 你看得越多越深 你自己有一个判断的能力 不一定是说要用统战这两个字 来框住彼此的概念 就是刚提到的 提到这个被台湾统战 那也就是这些大陆的学生 然后到了台湾之后 就完全倾向台湾 大陆当然有一些人才会有这个担心 但是我觉得其实 两岸这个 教育上的交流 就是在我刚提到的 那个北京奥运的前期慢慢开始 然后后来就是马英九 这个高票当选 所以当时其实大陆对自己很自信 所以他其实完全没有在担心统战事 他其实反而抱着就是另外一种想法 想象 他觉得我们这些路深可以把我们大陆的自信 还把我们大陆的成功经验带到台湾 那当然各自就是双方都有各自的想象 对于这件事 但无论想象是什么 我觉得实际发生的事就是有一批年轻人 不管是台湾到大陆去或大陆到台湾来的 他们都对对岸的事物生活方式 有更深入的了解 有这种深入的了解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如果未来因为政治的因素 让这种交流 让这个当年好不容易开始的交流 扬然而止的话 我觉得非常可惜 如果我们从这一次的主要谈的教育的话题来说 对学生的权利是很大的一个损害 如果他是想要来台湾的人 没错的确 其实有很多大陆的年轻人 对台湾还是很像 虽然就整个大陆人口来说是很小的比例 但是这些人还是存在 然后他们可能已经准备了很多年 想要来台湾念书 或者比方说台湾在这种LGBT这种性别议题 或者一些这个非盈利组织的运作什么 这都是很值得大陆接近 对这个方面有兴趣的大陆学生 想要来台湾念书 那是理所当然 但是他们却因为这一子命令 就等于说影响到他们的生涯规划 我觉得我最难过的就是 这些小朋友 过去这几年的准备 就等于是倒塌了 所以该怎么办呢 我们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建言给大家吗 我个人当然是就是站在鼓励两岸的民间社会交流的立场 所以我一贯以来是这样 那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蓝绿的政治立场的对立 还有统独意识的对立很严重 那这直接就关系到了这个对于两岸议题的立场 那我所以就这个东西撇开不谈 我就只谈就是在民间的交流部分 那我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支持 就是多多的交流 多多的去听对方真心话 不是那种就是媒体上的那种宣传 而是就是听听他们真实的人真心话 那我觉得这种机会其实在开放这种两岸的旅游 还有这个就这个就学之后 其实就是有很大的发展 那却在这一次的算是一个偶发事件的 这种新冠肺炎的影响之下 等于是加速了这个情况的恶化 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天意难料 那可能说两岸民间社会的互相的交流互动 应该是两岸关系未来这个比较正向发展 健康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只要双方对彼此的了解构深 那我相信就是产生那种比较接近的 比较我们不乐意看到的那种 比较暴力的那种结局可能性 我是觉得这样子避免这种不好的状况的能力 就一定会变大 所以我觉得要增加两岸在这种战争上的免疫力 最好的方式就是增进民间的交流 那我觉得让学生让年轻人来交流 我觉得最好的途径之一 可惜现在被疫情打乱了一盘石 两岸要走向极端化 老师刚刚说的战争化 这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血流成河 最重要的是能够听见彼此真实的声音 而不是什么官方的宣传 而是真正的人说出来的话 而这个才是两岸交流最珍贵的地方 当然我们很多大陆的年轻朋友会说 他就到了台湾的风景景点去玩 走走看看 其实看到了是最真实真切的台湾 而不是政治人物或媒体上所宣传的 那个角度层面其实不太一样了 其实很多人走到台湾的小巷弄 才真正感受到那句话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人的风景 能够让大家继续看下去 可以看到感受得到 好了还是要乐观一点 虽然这可能是2020年 我们两岸之间的一个挑战 但是希望接下来 会有好转的一个迹象吧 对我们在今天节目访问到 是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 朱卓文老师 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 谢谢 好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 我们明天见 拜拜